这个男人是有多嚣张 他竟敢只身闯入众神的审判厅 他每走一步都散发着灵力的威压 而在场所有的神竟被他压制的难以呼吸 当大家看到了他手上的智慧果实 立刻引起了骚动 这可是只属于神族的智慧果实 此刻竟被一个人类全部摘下 这个男人一定是疯了 只见他突然咬向了一个果实 可只吃了一口便吐在了地上 他就是要在众神的面前 狠狠地践踏着腐烂的规则 而他所做的这一切 都只是为了拯救自己的妻子 原来就在前不久 一个蛇神寄予他妻子的美貌 在被拒绝后 竟产生了无比恶毒的想法 将偷摘智慧果实的罪行强加给了他 此刻一个人类的女子 站在众神的法庭上 是该有多么的无助 可最后这个男人终于还是出现了 就在今天 他一定要带走自己的妻子 即便是神也无法阻拦 蛇神恼羞成怒 向两人发起了进攻 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 男人丝毫不拘 仅凭一招便将他秒杀 虽然救出了妻子 可男人的心里 也深深地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而就在今天 他在一个竞技场的悬崖之上 俯视着众神 没错 他就是人类之父亚当 而在场上 他的对手竟然是众神之父 宗斯大战一触激发 一个父亲 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他到底是能有多贫 人族之父亚当 他极度厌恶着众神 可就在今天 为了人类的命运 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他不得不站在竞技场上 面对强大的敌人 不知为何 那瘦弱的身躯 竟显得如此的伟岸 而他坚毅的眼神 赤裸裸的就是在告诉对方 今天在这里 到底谁才是爹 随着天马的飞过 女武神幻化为武器 与亚当合二为一 这大战正式拉开了序幕 这话说回来 他面对的可是众神之父宗斯 这注定是九死一生啊 按照出场顺序 他原本应该面对的是 印度神师婆 就在刚刚 师婆在上场的路上 被宙斯拦下 由于这几千年来 他连个老伴都没有 太过无聊 所以想要提前出战 这印度神师婆 本不想答应 可面对宙斯无形的压力 他直接被吓尿 就此我才知道 他为什么叫师婆 这画面一转 宙斯率先发起了进攻 眼看着拳头 已经到达了面前 可就在这0.01秒内 亚当竟神奇般的躲了过去 这一幕 让所有的人都觉得 匪夷所思 而不信邪的宙斯 决定释出了自己的超比杀 黄昏恋之拳 是什么 就让这个人疯狂的 揪着老头的头发 原来就在刚刚 宙斯率先发起了攻击 但他没有想到 区区一个人类的反应速度 竟如此之快 无奈之下 他只能释出自己的超比杀 打算封住亚当所有的退路 眼看着拳头 从四面八方而来 可在亚当的眼里 这一切都如同静止一样 甚至他还想取个外卖再回来 而宙斯这老头 终于恼羞成怒 他抬起了自己的右腿 直接上了一个神之符 就在这千金一发之际 亚当不慌不忙 竟再一次的轻松躲开 这个时候 大家才注意到 他的眼睛 似乎与别人不太一样 而更诡异的是 亚当随后竟完美的复刻了 宙斯所有的招数 宙斯仅存的那一缕头发 也差点不薄 看着眼前这一幕 宙斯直接蒙掉 可这一切还没完 只见亚当同样抬起了右脚 一记神之符 直接踹在了宙斯老头的屁股上 就这一脚 差点把他屎都给踹了出来 多年来的便秘都给治好了 看着场上发生的一切 抬上所有的人彻底燃了起来 而宙斯也开始正视起 眼前这个人类 同时记住了他真正的名字 七木卡卡当 七木卡当